大家看到這堆粉紅色的車殼 看到這個32D 應該都認得出這個是我R3的車殼 為什麼我的R3會變成這堆殘渣的樣子呢? 我們現在慢慢告訴大家 大家好 又是我們皮包田 話說大家看到我這個頻道 駕得最多的車 這麼多年來應該是Yamaha的R3 我的粉紅色R3應該是由2020年的時候買入 到現在我的車應該駕了三年多 對於我們這些劏車界KOL來說 這輛我擁有了三年多的車 應該都算是我 應該都不是算是 應該真的是我擁有得最長的一輛車 這輛R3陪我經歷了這個P牌 然後去到正式牌 然後慢慢去到現在這一刻的階段 所以可以說這輛R3 是我駕駛電單車最熱血的時期 所擁有的其中一輛車 由一開始它是最普通原裝的藍色 去到我之後自己換啡鏈 把它變成粉紅色 繼而令到我們之後駕駛這輛粉紅色的R3 在街上都幾容易被人拍得出來 說到駕駛電單車最熱血的時候 這輛R3當然是陪我經歷過 那些早上去鹿頸吃早餐遊車 或者上大山兜圈 去過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當然與此同時 零速跌車我試過 自炒我也試過 這一切一切都是R3和我的回憶 好 說到現在了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真的沒什麼時間 駕駛電單車 早前買了一輛綿羊之後 勝在綿羊因為它有載貨量 又可以擺頭盔 我駕出駕入去買菜 或者去買東西都很方便 所以變了最近的日子 就算我有機會開車 都是駕駛電單的 那我突然說 這一大段的肺虎之言 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其實大家都可能猜到的了 就是這個R3即將要離我而去 其實原因都很簡單 亦都很容易理解 就是因為我真的沒時間駕駛它 因此就讓大家看到最初的那一幕 就是我的粉紅色啤鈴已經散落一地 我將R3換了新的啤鈴 然後準備轉手出去了 今次這條片是來自美國牌子 SUSHU贊助播出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它這條醫療級物理紅光治療墊 用安全低能量的LED光療化去刺激血液循環 以自然非入侵性的方法舒緩肌肉痛楚 用法都很簡單 只要一套一拉再博它們提供的尿袋就用得 一塊物理紅光治療墊會提供兩種紅光模式 分別針對一般慢性痛楚和肌肉損傷 還有三個溫度給你選擇 每次開機都會有30分鐘自動計時 不怕用用下睡著了會overheat 這條紅光治療墊除了可以用在背部、小腹 還可以用在肩膀、手臂等其他有肌肉痠痛的位置 這個來自美國的牌子SUSHU在香港有Office 買完它們的產品之後會有兩年的保障 現在只要用我們Payvotic的Discount Code 買這條SUSHU紅光治療墊 就立即可以有20%一圍 有興趣的你可以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看看 希望我們今次的產品介紹可以幫到你遠離痛楚 在拍片的這一刻 我們已經找了我們的車房朋友幫我們換了一個Payling 所以可以讓大家看看我現在的車車是什麼樣子 大家看到這個藍色殼不是原裝的那款藍色殼 希望下一手車主會喜歡的藍色 低調得來 型格 有一點點自己個人特色 配合本身的藍色殼 給大家看我們之前換了的藍色尾牙和金色鏈 連同藍色啡鏈 我覺得都挺配合的 另外因為我們將車轉手給別人 我們為了令我們的內心過意得去一點 當然都會幫車去做一些保養 或者看有沒有什麼要更換 所以最基本的解油和火咀 我們全部都換了新的了 沒多久之前 車就去了換藍色尾牙和黑金色鏈 那就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會選擇藍色尾牙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的車即將會變成藍色 所以就換藍色尾牙 配合一套 所以變成了鏈和頭尾牙都是新的 其餘的問題呢 我們那時候找車房朋友去換啡鏈的時候 他都幫我們檢查了 暫時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大礙 所以希望我們的車都可以順順利利地 翻新了一輪 希望他可以換年一新去見他的新的主人 你可能會問我是不是即將準備要賣我的R3呢 嚴格來說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我的車如無意外應該會轉讓給我一位朋友 一位我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現在剛剛跑電單車的一位朋友仔 正正是因為我會把車轉讓給朋友的關係 始終朋友認識了很久 剛剛駕駛電單車 他都算是我第一位身邊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而他是剛剛考電單車的 所以我老實說 作為朋友 我都會覺得駛電單車好像很危險 我都很想他可以很安全 很快樂地享受他駕駛耳輪的樂趣 為此我們都決定在給車去之前 我們都會幫他換條新輪 叫做換條英俊少少的輪胎給他 希望可以令到他路路暢通和一路可以平安 特意去拍影片說這輛R3即將會離開我 我是想帶出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都是有點不捨得的R3 始終R3陪伴著我電單車之路的成長 亦都陪伴著我們的頻道的成長 只要我駕駛粉紅色的R3出去 那些人一定會知道我是皮包女 或者是包皮男駕駛了我的車 另外就是剛剛駕駛電單車上路 那些跌跌碰碰、不適路、盪塞路、下雨駕駛 過港島會盪塞路 這些全部經歷都是R3陪我一起發生的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R3的威力都已經很足以我自己去發揮 即是說可能他平時拍下一個球 要突然加速的那個加速感 或者是你想扭快一點點的那種速度感 是很合乎我自己個人駕駛的習慣 我又不需要駕駛得特別快 但是你要他有力的時候他又會很有力 還有就是本身我自己都不高 所以我本身這個身高 尤其是在新手的時候來講 駕駛R3是剛剛好欺負到好處的 所以到這一刻我都可以說 R3真的挺適合女生駕駛 或者真的很適合我自己駕駛的 就算現在駕駛R3 我也是會感受到那種駕駛電單車的樂趣 叫做好處的是 其實R3始終都會在我身邊出現 因為現在轉讓了給朋友 可能之後朋友身手上路的時候 我也是會帶著他一起出去 所以我也是有機會見回我這輛愛距的 所以我這樣賣他出去 我都不是真的叫做賣仔蜜摸頭 好像以後都不可以見變 第二樣我想說的是 因為剛好我這輛車要轉讓給朋友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當你知道你身邊一些 可能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他剛好現在學著電單車 或者準備駕駛電單車 然後伸手上路 真的在馬路上行駛的時候 你們都會不會跟我一樣 可能會有一種擔心 或者好像有很多東西想分享給他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 可能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水蛇春那麼長地跟他說很多 關於在馬路上駕駛電單車 和在學院上學電單車有什麼不同的分別 就例如平時走高速公路的時候 一定要留意一下四方八面的不同交通狀況 可能前面的盲目突然會雙手 又或者後面隔離線有輛車衝上來 又看不到你的電單車又想咳你 我就會很詳細地跟他說很多這樣的分享 因為我是真心希望他可以享受到駕駛電單車的樂趣 同時也都可以注意到自己的安全 就不要因為作為一個新手 心紅駕駛電單車出去 以為自己好像很快 或者很想自己很快 而令到他忽略了其他的道路狀況 而會有不同的意外發生 我自己其實都只是一個駕駛電單車 不是很多經驗的小師妹 如果在看這條片的 你們是一些駕駛了很多年車的師兄師姐 如果你知道你身邊有朋友 是要剛剛開始學駕駛電單車 或者剛剛考到一個牌子 要準備買一輛新車上路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又好像我這樣 水蛇春那麼長地去提示他 有甚麼要注意或者怎樣的呢 到這條片的最後 我都要說一句 雖然我現在是買了一輛R3 但我絕對不是減低了駕駛電單車的熱情 而我也十分之相信這輛R3 絕對不是我人生之中駕駛電單車的終點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之後 我們皮包鐵應該都會買一輛更大馬力的駕駛電單車 始終我們自己兩個都是鍾情於駕駛電單車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我們不是不開電單車 不是不開駕駛電單車 不是真的完全成為了這個 只顧著上班或者只顧著買菜的爸爸媽媽 我們還是有個熱血的心 終會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在馬路上看到我們繼續奔馳的樣子 就是這樣了 我們今集說完這個R3的最新近況之後 我希望如果之後我朋友拿車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拍Vlog去記錄一下 另外下一集我們都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開的Junggo 150最新的近況 因為它已經成功讓我們run in 完 它已經正式踏入它的100%的狀態 而我們去到這一刻 對它還是十分之滿意的 究竟怎樣滿意呢 下一集再詳細跟大家說 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poi poi